来吧 快点上菜吧 那就开吃吧 来 我坐海岩边 我跟你们坐 这个座你们确定现在这个位置吗 很重要哦 我跟你们说 这可分成两队哦 哎呀他又跳起来了 咱们三宝 三宝大闹沙阳城 好吵 尤其里面三个宋小宝 哇 这天呐 就你们现在的位置要变位置吗 题是猜歌吗 这是歌 那我就坐笛歌旁边 不是 第一题是猜小品 到我个的天下了 专储题 这样吧 好不 咱以后考一点那个 相声小品里的台词 不是猜是什么 是给你上句 你接下句 哦 那那边有两个小品演员啊 就这样吧 两个小品演员没用 你必须得三个人都猜对 你们猜可以吃上 什么玩意 杨阳没事 猜对坐下 等于说我们要猜中三个 三个 你们是两队PK的 六个人都起立 说一道题 想猜的举手 猜对一个人就坐下 只有一队可以吃上 另一队吃不上 来吧 晨晨动脑子了 我也不入 小品你也不入 小品我也不入 OK 妥了 先说什么菜吧 再看我们付出什么的努力 快点上菜吧 关于喜羊美食 这个刘姿涵春油少女 也有一些介绍 哇 快来 上台译 铁锅炖鹅 是大餐 吃完一碗又一碗 锅包肉味很赞 通常就着大米饭 哎呦 什么通常就着大米饭 就着大米饭 拔丝地瓜不一般 男女老少都喜欢 都喜欢 你 什么东西 你们听着啊 拔丝地瓜不一般 男女老少都喜欢对吧 她都喜爱 你要气死我 多好都喜欢多好啊 我是春油少女刘自涵 就好这口东北菜 好棒 刘自涵我跟你说 你的人设立住了 太棒了 立住了 那好了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 他是品尝过 数千家的 沈阳地道小吃 他闭着眼睛 都能尝诺是谁家的 干吃不胖的美食达人 有请吐鲁哥 美食博主对吧 各位嘉宾好 我叫孙一飞 这个朋友们呢 都叫我吐鲁哥 因为我吃什么都特别想 吃什么都能吐 都吐了 踢了吐鲁哥 第一道菜呢 给各位嘉宾介绍的呢 是我们沈阳最有名的 特色小吃叫鸡酱 这次要吃 买了 都说沈阳一年能吃到上一只鸡酱 没有一只鸡 能够完完整整地离开沈阳 鸡酱的吃法非常多 说有主鸡酱 半鸡酱 烤鸡酱 铁板鸡酱 Q鸡酱 炖鸡酱等等 十几种 鸡酱最灵魂的吃法 用一句地道的沈阳话来讲 就叫缩了 缩了 一边缩了鸡酱 一边缩了手指 哎呀 老香了 就等于吃一口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要没有这个说的过程 吃着老没意思了 好 请起立 六人请起立 来吧 准备啊 开始 吴福报告 赵丽荣 孔汉林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别提醒他们 春季里开花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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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说 就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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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句 宝哥 就这么说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六看不起我 春季馬六九头 这么帮我装简直太难受 我张不开嘴 我跟不上六 你说难受 不难受 你说难受 不难受 恭喜 好强 简单这个 来 宝哥请坐 我们必须吃到机架 难了 没事 后面的不太提醒 程程你要是会的 你就先保你 忘了有个我吧 怎么你那么得意干什么 下一题 唐盖就是 唐着走 好准备啊 唐盖 唐盖走 一条题 啊哈 唐 唐盖就是 唐盖 唐盖走 三步步慢两压两回头 错 哎 我们机会来了 唐盖 你能说出来我都不信了 范晨 唐盖走 三步 两步 一步 一步 哈哈哈哈 三步一步 两一步两回手 哎 就差错一个字 三步步 差一个字 三步五步 三步一转 三步一蹲 三步一踹 两呀两回头 五步一下摇 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 唐盖 唐盖走 这叫唐盖 对 对 但先不做啊 你已经错了 我已经错了点这么久